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三十六课的第三段 第三段用公司又谈回了政府 说你看政府情况跟他一样 咱们来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它说 It is precisely the same with a nation 它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With a nation 就是做状语 对于国家来说 情况完全相同 怎么跟一样法呢 第二句话详细来展开 它说了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eople can be relied upon to behave in a loyal and responsible manne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require armies of police and civil servants to keep them in order 前面这个To the extent that 一直到manage结束 咱们说了 这是一个条件状语从举 说只要怎么样 To the extent that 四个字放在一块 相当于一个廉词 就只要 类似于我们说as long as 只要 只要怎么样呢 The people可以表达一个国家人民了 泛制人民 这个人民能够被依赖 然后做事情 是什么 一种忠诚的负责任的态度来做事 咱们说了 这个manage可以表示态度 对待人 对待事情的态度 好了 条件状语从今结束 白颜色是具的数据 这个政府就不需要 这army还是大队的人了 大队大队的警察 还有这样的公务员 来让老百姓守规矩 这里面还有这些小的细节 咱们讲过的不重复了 像这个只要 咱们说过了 manage表示态度 说过了 咱们不重复了 咱们看看 刚才就见过 这army又见了一次 咱不说不合适的 说这个army 这army在这不是部队 就类似我们说的一个团体 an organized group of people 一个组织好的这么一群人 怎么样 who are working together or helping someone 他们在一起工作 或一起来帮助别人 这么一个团体 或者翻译成一个什么什么大军 什么劳动力大军 这种大军army 可以用它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是army of什么队伍 什么大军 你比如说armies of rescue workers are sorting through the rubble 大队大队的营救工人正在碎石瓦块中搜寻搜寻这些被困的人 这army一队的rubble表示碎砖头碎瓦块都是不可数名词 本文中也是一队一队的警察一队的公务员 civil servant在三侧53个建国 就公务员或者政府的文职人员 除了警察什么军队之外 这些政府雇用的人 civil servant就是someone employed in a civil servant civil servant就是内政部门 内政部门所雇用的人 就公务员或政府的文职人员 这个在53个建国 咱们看看三侧53个 The Swedes were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public officials like civil servants, police officers, health inspectors or tax collectors can make mistakes or act over-salously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are serving the public 他说瑞典人是首批能够意识到了 政府的工作人员、官员 像公务员啊、像什么警察啊 像建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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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卫生的 就是卫生检察员就在饭店里查卫生的人 或者是收税的人可能犯错误或者表现的过分的热情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为老百姓来服务 in the believe that 发现是因为什么什么 这个咱们在前面说过啊 这是公务员 来怎么样 keep them in order 这个order在这儿发现秩序、治安或者发现规矩就好了 这可以当不可说明再来用 order在这儿并不是命令 什么意思呢 condition brought about by obedience to laws, rules or authorities 就对于法律、制度或者权威的服从或者因为它服从而导致这个状态 治安的状态或者秩序、规矩、守规矩 这都行 叫这个order 就是服从法律、服从制度或服从权威的这么一个行为 或者由服从他们所带来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都行 叫order 这个经常可以用keep somebody in order 使某人守规矩 就是守法吗 守法规吗 这么一个 使某人守规矩 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some teach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keep their classes in order 有些老师觉得让他们的班级体验守规矩是非常困难的 就让大家都听话 让学生听话 好 这是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请看屏幕 他说 but if a nation is disunited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sure that the actions of the people will b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and it will have to watch, check and control the people accordingly 但是怎么样呢 这个分号引开两个并进去 第一句话说 但是先出现一个条件状态 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这黄颜色的是条件状态送句 然后第一句话的句子主干是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sure 政府就不能够肯定 后面下号线的部分是跟sure来答复的从句 我们在第三次就讲过 可以看作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句 他跟前面这个sure放在一块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端语 补充说明前面sure肯定什么呢 肯定不能确切的肯定 人民的行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对吧 人民的行为国家的利益 并且分号引中备那句 后面的案子加不加都行 并且当然指这个nation了 这个国家了 这个指政府了 I'm sorry 指这个government 这个政府 这政府相应的就怎么样呢 就不得不去检查 去监视 去检查 check 并且去控制他们的人民 accordingly 还是反正相应的 政府就不得不这么做 整个句子咱们再来一遍 但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这个政府就不能够肯定 他们老百姓的行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并且这个政府就不得不 要去监督 去检查 去控制他们的人民 相应的 他不得不这么做 这个里边也有一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就是我们看看后面那个accordingly accordingly有两个意思 另一个意思反映成因此 第二个意思反映成相应的 它这个位置也不太一样 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表示因此 accordingly 这是相当于therefore 反正因此就是as a result of something 而这个时候一般多用在聚首 或者分聚的聚首 而且后面一般多加一个逗号 这跟deerfore用法一样 deerfore也是放在聚首 或者分聚聚首 后面加一个逗号 他一般放在聚的前面 看例子 some of the laws were contradictory accordingly marrows were taken to clarify them 有一些法律的条文 是相互矛盾的 因此我们采取一些措施 来澄清他们 把他们说清楚 accordingly 因此相当于therefore 这个因果关系 再来说 the cost of materials rose sharply last year accordingly we were forced to increase our prices 可是去年呢 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 大幅度上升 因此我们被迫得提高 我们的价格 accordingly 跟deerfore 类似放在聚首 后面一般加多好 但是本文中显然不是 这么来使用的 accordingly 第二个意思是 in a way that is appropriate to what has been done or said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是这样一个方式 是怎么样呢 它很适合的 这么一个方式 适合什么呢 适合于刚刚做的 或者刚刚说过的 在某个情况之下 做的或者说过的事 对它来说很适合 就相应的嘛 你前面做了这个事了 后面的事相应的发生 前面说了这个话了 后面的事相应的会发生 就相应的 是如何如何 这个用法的一般放在聚末 本文中放在聚末 它比较常见一些 我们看下例子 they have broken the rules and will be punished accordingly 他们违反了这个规则 比较相应的会受到这个惩罚 或受到相应的惩罚就好了 accordingly放在聚末了 相应的 再比如说 it is a difficult job and they should be paid accordingly 这是一个复杂的工作 困难 并且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 对吧 你工作比较困难 我住赚的钱就得多 这个别人干不了 就这么一个 accordingly 好 我们看整个文章最后一句话 他说 this united nation therefore has to incur unduly high cost of government 这里面的词汇都讲过了 这个简单句 一个分裂的国家 因此就不得不 incur 在生死中讲过 第一段也见过 叫不得不支付 或承担什么什么开销 就不得不支付 过高的政府的成本 unduly high 就过分的高 unduly 生死中也讲过了 36克 从公司和政府做了个对比 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要发达怎么办 老百姓要团结一心 一个公司要把业务做得好怎么办 公司员工要团结一心 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这样的话 我们管理成本就低了 我们把英语要学好怎么办 我们每天都向着新概念英语这个方向 来好好努力 这是我们学英语的成本 就低了 要不然咱们一谱十寒 水总也烧不开 这个不行 希望大家咬住牙 每一天都努力把英语学好 这样其实反而最少时间 你学去旺旺 学去旺旺 最后都白忙 好 36课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谢谢 亲爱的同学们 好 感谢观看